我叫陈雅婷 是长沙克营段的移民列车值班员 在7266车列车上已经工作了20多年 我们现在通过各个平台 我们来把家乡的冰糖城和农副产品 向往全国各地 我在列车上带货已经有十多年了 因为这一趟慢火车 当地远途老百姓的 唯一的一趟交通出行工具 那么他们种植的水果和蔬菜 就是为了养家福口 就单上车挑到棘手去卖 到了后来就每家每户都种植了冰糖城 现在就说每家每户都会有几万斤 产量一多的话 它就存在一个销售的问题 我们这个慢火车 他们就是靠肩挑挑上车 通过这个慢火车带出去 列车上有那么多的旅客要坐车 就给旅客他们也宣传一下 我们不是经验宣传嘛 就是说告诉他们少抽点烟 十块钱的一包的烟 你不如买十块钱的水果 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就把销路就打开了 当时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忙销售 后面我就想到一个人的力量它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身边的那么多的同事和朋友 而且粉丝也特别多 我就找到了我们现在的三个小主播 我说有没有兴趣 就是说加入我们这个帮助老百姓 把家乡的农服产品卖出去 在2021年的9月份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春美直播团队 在2022年到现在 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农服产品 有黄桃呀 有麻羊那种红星猕猴桃 还有高山翅葡萄 种类很多 就是说冰糖城它都有很多种 累积下来有四百多万斤了 最多的那一次是七十多万斤 我上班嘛我就发现有个两个外地人 能坐我们的车 因为我有心做这个事 我肯定就会留心一下 外地朋友在这个时间段过来 是来干嘛的 那么我就会去聊聊天啊 然后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是吧 然后有冰糖城我也会拿一点给他吃 尝一尝这种麻羊冰糖城 他说那我是到这边来看看冰糖城 我说你有固定的果楼吗 他说没有我第一次来 我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说因为那边都比较偏僻嘛 那一次他就上了山去看 等于就是说那一个村都被他订过完了 他那一次就那一个冬天 就七十多万斤的订单 我父亲是外地人嘛 然后在麻羊这边一个小站 当时我们家特别就是说姊妹多嘛 而且妈妈没有工作 当时那些老板姓曾经也帮过我们 就是说在我们家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人家打拉骨子给我们送点米呀 有时候就说哎呀老陈你们家啊 两宅多我这个田啊 我收割完刀骨之后就给你们家种菜 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的人帮助了我 我觉得那些村民都很淳朴了 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了 我一定来回报他们 所以我参加工作之后 当时自己主动去要求的 我就有机会进入了这个慢火车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我看到他们的城市没卖完 我心里比他们还着急 就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他们销售完 我是用心去做这件事 那么我就觉得是特别有意义 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 我也希望我才向那女客少抽烟 来买我们农民挑的农夫产品 她吃到了正儿八经就是说 从树间直接倒到舌间 没有打过任何的保鲜剂 我今年不是八月份就退休吗 我就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一起把这个爱情事业 把这个公益助农一直传承下去 在这几年里面 你们大家都辛苦了 我也会以志愿者的身份 继续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